小伙靠种树,竟然从普通的养猪户变成了年入过亿的大老板,仅凭一己之力就带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。 他是当地的石榴种植专家,由他培育出来的石榴苗,接出来的石榴竟然跟小哈蜜瓜一样大,获得了吃货们的一致好评。 那么,他是如何做到的呢? 本期紫牙同去新农人观察,就带大家看看王新军的创业发家史。 1970年,王新军出生于陕西省贵南市铜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,从小家境贫寒,为了改变贫困现状过上好日子,他攒了一些钱后,便买了几头猪,养起了猪。 在他的精心饲养下,他的猪长得飙肥体壮,十分健康,他从这里赚到了一些钱。 然而,随着他养的猪越来越多,猪粪成了一大麻烦事。 他常常想,要是可以投入到其他产业里,便费为宝,就好了。 王新军首先想到的就是做肥料,于是他便想着种些什么东西好呢? 偶然间他得知有一种石榴,不仅个头能长到哈密瓜一样大,而茄子还是软的,可以直接使用完全省缺的徒子的烦恼。 它这个水特别多,这个汁,是吧? 而且这个籽真的可以嚼得动吗? 嗯,这个籽就特别的小,你看,轻轻,轻轻一掐开了。 轻轻一掐,你看,你看,就掐开了,你看那果仁。 而且,软子石榴的经济效益非常高,轻轻松松一亩地就可以赚三四万块钱。 同观的石榴种植产业是非常普遍的,可软子石榴却没人种植。 王新军当时就意识到,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商机。 当时太吸引我了,在全国种植的面积不大,从国外引迹的时间不长, 再一个,它又这么好,它又这么诱人,价格又这么高,内心就感觉到,不要声张,赶紧发展。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石榴,他跑了很多地方,他询问了很多专家, 最后才决定引进一批软子石榴苗,然后在家乡包了一百亩地,开始种植软子石榴。 种下树苗后,王新军天天看,天天盼,希望它们快快长大,开花结果。 石榴树一般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结果,因此前两年的护理尤为重要。 就这样,两年过去了,小树苗也渐渐地长大了,王新军十分兴奋, 期待着第三年满园石榴苗的盛状。 可是到了第三年春天,他的这些石榴苗突然就不长了,眼看着就要挂果了,这时闹哪出啊? 王新军坐不住了,他凑近一棵树苗观察了一阵,突然发现了异常, 他拿出小刀,轻轻刮开树皮一看,里面的树干都已经干枯了。 他又看了其他的树,发现大部分树苗都是这种情况。 正是2008那一年,一场罕见的寒流凸写了西北, 几乎整个陕西的气温都骤降了好几甚至十几度。 石榴这种品种喜热耐旱,这么冷的天气,它们自然熬不过去。 看着满园的枯木,王新军几乎都要崩溃了,难道就落得个一无所获的下场吗? 已经付出了那么多,王新军不甘心就这么放弃。 但他知道,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。 为了研究试验,王新军买了一批又一批的树苗, 前前后后又是花钱又是花时间的。 终于,黄天不负有心人,他通过嫁接的方式,培育出了抗动性强的石榴树苗。 在这期间,他忍受着家人的指责和不理解, 接放邻居的嘲笑和讽刺,可他什么也不能说, 只能憋着一口气,继续投入到研究实验中去。 好在最终的结局是好的,王新军的抗动石牛鸟研制成功了, 而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嫁接高手。 2016年,王新军的软子石榴终于成功接了果, 他预测的没错,软子石榴在市面上非常抢手, 批发价都达到15元一斤了, 还是很快就被抢购一空,一下子赚了1000多万元。 几年过去了,软子石榴的市场也已经接近饱和了, 市面上的软子石榴越来越多, 根本没什么区别,如果不进行创新, 他的石榴可能很快就被淘汰。 于是,王新军又开始琢磨起来了,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石榴更有优势, 更受欢迎呢? 没过多久,还真让他琢磨出来了, 很简单,个儿大好吃不就行了。 要知道,市面上一斤大的软子石榴, 就能卖到三,四十块钱呢? 要是整个石榴元接的都是一斤以上的大果子, 还愁卖不出去吗? 石榴有大有小, 是因为一棵树上的石榴营养不均导致的, 这就要控制石榴的数量。 把多余的枝条剪掉, 石榴结的自然会少。 王新军毫不犹豫, 说剪就剪, 结果截出来的石榴真的大了不少, 而且个头都很均匀。 运用这种方法, 一,养金的大多石榴在王新军的石榴园随处可见, 他的母产值也翻了一倍, 这些石榴为王新军带来了很多的订单。 2019年, 他一亩地的收入就达到了六七万元, 年销售额多达四千多万元。 自己富起来之后, 王新军又带领村民们种起了软子石榴, 对他们提供帮助和经验, 从一个小伙子干成了老小伙子了, 但对软子石榴的热爱一直没变。 呀, 这石榴这么美, 你看, 你看这石榴, 石榴没的, 你看这, 看这, 看, 这个好漂亮, 看这, 两个, 两个张一切, 张这一打, 看这石榴, 看这石榴, 看这, 这, 这, 我今天这石榴特别好, 这也在一起办做的, 现在基地光育苗一年的收入, 也在千万以上, 如今, 王新军的软子石榴, 每年可以为他带来1.5亿的收入, 而这, 都是他切而不舍, 专注调研的结果, 看了王新军的创业经历, 你有什么想法和感受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我, 为我点赞并转发,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